在茅草行动 我们在不只是在甘文町扣留营 因为在那个60天的单独扣留 在那个警察的那个监牢 其实是不能够跟 我们单独的扣留 不能够跟其他的扣留者有什么关系 不过我们有时偷偷看到 第一次看到灵魂神 就是过了几天 就看到这个灵魂神 其实已经有生的那个胡子了 整个人的那种形象是完全没有人看到的 我第一次看到 这个扣留大概只有一个月 我对他那个影响也是相当深刻 看到他一个老人家 一个男人在管在里面 我们自己看不到自己在扣留 不过你看到一个人在 在对面 扣留对面就看到 这个不容易 还要经过 做一个动作的主席 还要经过这种生活 其实大家可以帮忙